超级反派于荣光你知道有多厉害吗 于荣光自小西武 十年时间磨出一身本领 在二十岁时就成为北京首屈一指的京剧无声 就是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却成为了九十年代港片中的第一反派 被誉为亚洲史太龙 可就是这样一个演技精湛的老戏骨 在他刚演完人生的第一部电影时却说 不干这个了 谁在拍电影 谁是孙子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我们来揭秘于荣光的幕后往事 1958年 于荣光在北京的一个黎原世家出生 他的父亲是著名的京剧艺术家于明奎 受父亲熏陶 于荣光从小就热爱京剧 11岁便考入了北京风雷京剧团 京剧团练功的日子非常苦 每天喊嗓子 翻跟头 耍兵器 一套下来往往是累得昏天暗地 看过霸王别姬的人都知道 成蝶衣 小豆子 练功时挨过的打 遭过的罪 于荣光基本都经历过 就这样 他苦练了十年 练了一身的好功夫 20岁时 于荣光就成为北京首屈一指的京剧武生 在80年代 每天都有一批戏迷 慕名来看他的戏 1982年 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上映 风靡全球 在那个票价一毛钱一张的年代 卖出高达1.6亿的票房 于荣光看到荧幕里的李连杰光彩照人 心里十分羡慕 他也想像李连杰一样名扬天下 随后便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结果却落榜了 说来也巧 也是受到了《少林寺》的启发 刚指导完陈真的徐晓明导演 来到北京寻找演员 被戏台上熠熠生辉的于荣光吸引 随后便邀请他来拍摄自己的新电影 《木棉袈裟》 然而于荣光想的还是太天真了 拍电影和唱戏完全就是两码事 电影里的打戏和京剧里的武戏完全不一样 拍戏的时间也极不规律 有时两三点也不吃饭 零下十几度 穿着单衣单裤拍夏天的戏 于荣光几乎处于蒙圈的状态 拍完整部电影 他觉得这不是人干的活 还是老老实实的唱戏吧 再也不拍电影了 《零下四十多度》让你去拍一场 穿着单衣单挂 冲你笑 还得啊 各种表情的戏 哇 这点是人干的事 我就发誓 不干这个了 谁在拍电影 谁是孙子 《木棉袈裟》上映后 大受好评 成为了继《少林寺》之后 最好的功夫片 观众们看完之后直呼过瘾 于荣光饰演的反派齐天远 凭借精湛的演技 风头甚至盖过了主角徐向东 他身材高大 出招狠辣 形象上带有舞者天生的那种杀气 街坊亲戚纷纷夸他演得好 受到称赞的于荣光 马上就把饰演抛在了脑后 正巧 徐晓明导演也看准了于荣光的潜力 借着木棉袈裟的热度 力邀于荣光主演 并且亲自上阵扮演配角 后来他又受到了各路电影的青睐 先后出演了《血泪情愁》 《联手警探》 代号《每周报》等影片 口碑和票房都不错 1989年 他出演了奇幻题材电影 《古今大战秦永晴》 与张玉谋 巩俐搭戏 面对这两位气场强大的大腕 于荣光也丝毫不显地逊色 90年代初 香港影片盛行 尤其是李连杰的影片 于荣光决定去香港 寻找属于自己的武打事业 可成名哪有这么容易 人生地不熟的于荣光 一边学习粤语 一边寻找机会出镜 1992年 于荣光接到了导演张欣妍的邀请 让他主演电影《东营游侠》 于荣光以为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因为当时由张欣妍指导 李连杰主演的《邵林寺》 一毛钱一张票 卖了1.6亿 这一次他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 但电影上映后 却没有机器太大的浪化 不过他的名声却打响了 紧接着1993年 于荣光就迎来了 自己在香港影坛的第一个高峰 他与林青霞、王祖贤合作主演了 《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 饰演柔情而坚衣的水师提督顾长风 要知道 那个时候 能和这两位当红女性合作 可见于荣光的潜力有多大 戏中的于荣光 从以往单纯的硬汉形象 转变为深情而忠勇的朝廷命官 让人们认识到了他的演技 也让于荣光在香港影坛站稳了脚 紧接着 于荣光就开启了他的配角时代 在警察故事超级计划中 他与周华健、杨子琼大戏 扮演大反派成风 剧中他义正义邪 妄想铤而走险 一夜报复 最终却为了救自己所爱的人 而选择去死 让人感动 在冲锋队怒火街头中 他饰演汉匪教授 穿着西装 露出一身剑子肉 凶狠之态异于眼表 连男主角刘青云在他面前 也显得黯然失色 慢慢的 于荣光竟然变成了反派专业户 而戏数他最成功的反派角色 当属在给爸爸的戏中的精彩演绎 一个月才几百块 你玩什么命啊你 这部电影中 于荣光饰演大反派 匪徒老大 辅光 他身穿长风衣 戴黑墨镜 手上是雪白的手套 性格嚣张狂妄 甚至带有一丝变态一样的凶狠 而他的打戏更是精彩绝论 动作飘逸有力 让人眼花缭乱 尤其是最终与李连杰对打时 脱风衣 打拳 穿上风衣 一气呵成 让人大呼过瘾 这部电影也是于荣光的一个高光时刻 邹兆龙 柯寿良 卢辉光等资深反派大佬 在这部影片中 悉数成为了于荣光的小弟 就连他曾经的偶像李连杰 都被他从气场上彻底碾氧 戏里他金句频出 各位兄弟 我有一百万 明天要给一些老外买液体炸弹 可是现在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钱我不想付 或我又想要 有什么办法没有 这些金句至今在网上流传 于荣光简直可以说是能闻能物 可正可歇 无论是一身正气 还是奸扎狡猾的角色 都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 而成龙则格外欣赏他 在他后期的电影中 神话 大兵小将 戏域威龙 新警察故事等等 全部邀请他出演 虽然于荣光的演技 被很多人认可 但到底还是给人做配角 最后还与徐少强 邹兆龙一样被称为反派专业户 一直不温不惑 这也与他当初的理想相差甚远 临近21世纪 随着香港电影行业逐渐没落 于荣光也开始将自己的工作重心 移回了内地 1997年 他自导自演了自己的首部电视剧 平安事务所 从此走上了影视幕后工作者的道路 2001年 于荣光专门跑去北京广播学院学习 毕业后获得了传播学硕士学位 随后他成立了荣光影视传媒公司 以制作总监 制片人 主演等多重身份 制作了电视剧《钱王》 获得了中国电视剧金鹰奖 2003年 导演并主演电视剧《中国刑警》《九月风暴》 获得了公安部颁发的金顿奖 尤其是2006年 他兼制并主演的军事题材电视剧《狼独花》 被誉为亮剑的姐妹片 剧中 他饰演的长发 被关在布满铁钉的木笼子里 风锤日晒 让人印象深刻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他将这个人物演活了 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一个电影界功夫片的硬汉大反派 丝毫没有了角色束缚 于荣光彻底摆脱了大反派的枷锁 开始在电视圈里变得游刃有欲 2010年 于荣光在新版的《三国演义》中 饰演关云长 虽说前有央视版的《三国演义》 可他还是凭借自己特有的条件 演义出自己的特色 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把关羽那种高傲不屈 重情重义演义得很到位 在2016年的《中国功夫巨星排行榜》中 于荣光在第十位 由于他太过敬业 身上留下了很多伤疤 还被称为亚洲史太龙 相比于四面开花的演艺事业 于荣光的私下生活却极其低调 他从一多年 与数不清的美女明星合作过 却从未传出半点绯闻 他的结发妻子是圈外人 据说也是他的初恋 为了保护妻子 免受娱乐圈的叨扰 于荣光从来不在综艺 采访上提起妻子 再如同大染缸一般浑浊的娱乐圈 如此洁身自好的男艺人 实在不好找 如今63岁的鱼绒光 依然奋战在国产影视行业的第一线 那个曾经的功夫硬汉已经老去 或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他敏捷的身手 和结实的肌肉 但他留给我们那些经典的影视作品 仍会在一代代观众中流传下去 视频结束 喜欢明星故事的可以关注我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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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